- 煞車會晃誒 我們覺得它煞車會晃 你有覺得嗎 就啊 跟BZ-4S一樣 一樣 講究媽的 買一台600萬車跟BZ-4S一樣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EO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好 今天終於迎來了這個 比較推車的環節 那因為呢 這台車坦白說 交車到現在兩個禮拜吧 我開過兩次而已 就是一次是從營業所開回來 一次是在老闆娘去戲子運動回來 兩次 所以我應該開不到10公里 喜美已經被我開到700公里了 好不好 所以我平常都是喜美 那因為呢 為什麼我不開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 總覺得買了這個高單價的車子啊 開出去心理壓力其實蠻大的 包含我自己家裡是沒有那個 車庫的嘛 我是停在外面 一台老闆人家停在外面 所以 KK 然後再加上說 我想說 之後呢 要去貼個膜還是什麼的 所以在貼膜之前 如果A到 感覺很差 所以我就 一直放在那邊 好 為大家介紹一下 2023年 POLSIA TICON 4S 好 當初我買的定價是 500 欸 531萬是漲過價的 我記得 對 我買的時候是498的時候對不對 505吧 我這邊有齁 好不好 我買的時候是505 已經有奢侈稅了 後來現在漲到531 然後4S的版本呢 有490匹的馬力 它有一個 Overboost 571匹 是只有彈射起步的那一瞬間 有571匹 莫名其妙 你就給我常駐571就好了 只有彈射的時候才有571 就是類似那種 三秒鐘把你的精力發洩完 你平常 沒有那種腎上腺素爆發的感覺 所謂腎上腺素爆發有沒有 灰修廚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個阿嬤扛冰箱出來有沒有 腎上腺素爆發嘛 結果阿嬤是把它金條都藏在冰箱裡面 我想是真的 以前我阿嬤灰修廚的時候 爆什麼你知道嗎 枕頭 啊出來大家都會說 欸 灰修廚你爆個枕頭幹嘛 不是啊 存款布什麼都在枕頭裡面 真的 這真實的故事喔 好 帶大家來看一下喔 這個當初呢 前後軸雙電機 也就是四輪驅動的 軸距是2米9 然後車長呢 快要5米 4979mm 寬度是2144mm 車高1409mm 好 車很重 2.245噸 然後前面雙A背後面多連桿 原廠的19吋的 225 55 15它有前後配 後面比較寬 275比較薄 45 19 後來我才知道一件事情 它這個鋰電池有沒有 是LG的 對啊 我這一輩子 閃閃躲躲 不買韓戲品 還是讓我買到 會不會有一天跟中國大陸一樣 你怎麼買都買得到它的東西 聽說這個 之前喔 國外有一些LG電池 召回的案例 汽車的 所以這個 有點擔心啊 很多人傳給我欸 小師哥 聽說之前那個海上啊 有那個載運車的船燒起來 聽說是電車什麼什麼 很多人傳這個訊息給我 我還沒開到這個車就 把我嚇出一聲冷汗是怎樣 好不好 然後再來呢 續航里程 官方公布的數據是 388到452KM 這個是WLTP 大概打8折 也就是說 應該是不到400 欸 跟人家626怎麼比 你一台600萬的車不到400 欸 626打7折也比你多啊 那就帶大家看一下車啦 順便呢 帶大家再複習一下 我選了什麼東西 其實我也忘了 好不好 我們再重新複習一下 第一個 冰川藍的頭燈 沒有選 阿呆一直叫我選 當然有人說啦 就是冰川藍的頭燈是比較 感覺比較科技化 就比較像真的像電動車嘛 藍色通常被拿來當作是節能的顏色 你看那個TOYOTA HYBRID的那個MARK也是藍色的 我記得HONDA的電動車好像它MARK也是藍色的 所以藍色都被來 被用作是那種車子電動化的一種象徵性的顏色 我沒選 看一下喔 雖然是電動車前面是行李箱 那下面呢 有一個銀色的飾板 然後呢 中間有一個這個是 這是鏡頭耶 有一個圓鏡頭 這邊有兩個雷達 然後呢 我最不喜歡就是它這個 很像那個無臉藍還是什麼 啊這個是進氣應該是幫煞車做這個散熱的 然後呢 側面呢 也是有這個防刮材質 有人覺得銅色比較好看 不是 防刮材質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他說這個給石頭噴 給樹給花給草刮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防刮材質不能烤漆耶 所以你防刮材質一旦受傷 你就要換 一片都很貴耶 所以為什麼不直接車身板機讓它刮 然後烤漆比較便宜 我覺得這有個盲點 我們講了那麼久的黃瓜材質 呵呵 那這個受傷了 去換這個的價錢比烤漆還貴 好啦 反正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有這個東西 感覺才有那種 Cross的感覺 因為它的名字就叫 Cross Turismo 很醜的 很扁的 鋁圈 沒有選 開一台寶石捷呢 就是要這個大鮑魚上面的Porsche 看得到 結果它這個連鏡 把整個大鮑魚都擋起來了 我跟你講 它做這個鋁圈就是 要讓你選的 要逼你花錢選別咖對不對 好所以我已經訂了 等來的時候 後面還有影片分享給大家 我要讓這個鮑魚沖見天日 再來 側面這個就是當然 它的充電板兩邊都有 只有一邊有快充 這有一個蓋子 我上次充完電這個沒蓋 外面的護蓋都蓋不起來 所以要記得再蓋起來 好它才可以關起來 這個也是選的嘛對不對 三萬九千八 兩個蓋子 沒有方向燈 這盲點啊 是不是 我選盲點吧 有 有一個變換車道輔助系統 喔有 變換車道輔助系統 四萬九千兩百塊 所以你看 盲點價值五萬元 所以喜美他不給嘛 喜美再給你盲點要賣到快一百五了 哈哈哈哈 好車頂呢 我有選全景玻璃加上行李架 然後呢 這個一定是一套的 你不能只要這個 不要這個 OK 所以這個是一套的 全景玻璃那時候選了十萬 好不好 還有一個我最喜歡的 雙層玻璃 我跟你講這雙層玻璃喔 我開起來真的是 超屌 剛剛阿呆移車我在外面 來來來來來 阿呆完全聽不到 這個真的很猛 而且我跟你講今天下雨 等一下我們出去開 剛好測它下雨天的隔音 觀眾朋友會說有的 那個什麼拍 不要講什麼拍子好了 說那個下雨天 上面叮叮咚咚 它開車以為它 住在鐵皮屋裡面 你知道嗎 阿呆你知道什麼車嗎 等一下我跟你講是什麼車 不然就是觀眾朋友 底下會留言 真的而且是賣得很好的一款車 很多車主啊 都會傳訊息跟我講 小師哥我跟你講 我這個車齁 不只漏水啦 連下雨的時候 連下雨的時候都像鐵皮屋 真的啦很好笑 當初這一款車我覺得 設計的蠻 有人覺得很醜啦 可是我覺得它設計的最漂亮的地方 那也最符合保時捷精神的地方 就是後面的這個 寬出來的這個肌肉 非常的粗壯 而且啊 為了這個後面的粗壯啊 它的門板 跟它的西柱這邊 真的坐超厚 浪費超多空間 它的椅子跟這個輪子差多遠 至少差了30到40公分跑不掉 真的很厚啦 這個地方也是超級厚 所以車子是這樣 車子你一個角度來看 它也是一個藝術品 看你用什麼眼光看嘛 有人覺得車子就是交通工具 車會開 不會漏水 可以開就好 它就不需要這些多餘的東西 所以這跟家裡裝潢一樣 你家圖勢必也能住啊 啊你裝潢的富麗堂皇 還不是住 一樣意思嘛 對不對齁 所以這個車子呢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它 然後整個側裙呢 有銀色的裝飾齁 我覺得這個後面看起來 這個側邊的這個屁股的線條 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シロコ 那個膚絲那個 很像外星生物那個變形蟲 就是 就是你為了要把輪弧做出來 然後你不是方方角角的 你是做一個肌肉線條 像人體的肌肉的紋理的感覺 寬出來的感覺 齁其實就會 跟シロコ那種都有一點像 來看一下後面呢 一樣我們沒有選冰川藍 好不好 前面沒選後面也就沒選 其實開滿高的耶 對啊 按這個會不會關啊 沒按過 不會 不會 長矮一點可能 就沒那麼好關耶 所以矮的要用踢的 矮的要用踢的 對 像檳榔層一樣鑽下去 夠費咬踢我 咬 等到你要去哪裡 好 後面 空間 我覺得不大 滿小的 以不管五門車來講 以不管旅行車來講 都是屬於偏小的 這個大小我覺得可能搞不好跟Focus 也許搞不好Focus還比較大 那後面呢 它有設計一個12伏特的點鹽器開關 這個旁邊呢 有這個掛鉤的設計 那還有網子 旁邊有一個這個小網子 那旁邊有這個鬆緊帶 讓你束東西的 很多人說小吃哥很可惜沒有選後輪轉向 很多人都說 買這個車就是要選後輪轉向 但是我為什麼沒選 我開車沒開那麼快 我已經過了那個 會去 配三路的年紀了 我的用車習慣 其實我只真的 其實對我來說 車子就是賴部而已 所以我當初沒有選 大家都說我買這台車沒有很開心 其實小開心啊 沒有馬沙拉蒂那麼開心是真的 有人就說 買一台車買的那麼不開心 就不要買就好了 可是其實我當初訂這台車 也是想說這是一個里程碑 就那麼單純而已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想說再來呢 要迎來電動車的時代 那我們早一點來 試看看電動車 用起來到底感覺怎麼樣 但是我一定不準 因為我車那麼多 我沒有每天開它 所以我來測電動車其實不是很準 那時候想要 要等太久 想要退車 可是退了又不知道要買哪台車 就想說好吧 那就摸蛋 等著等著就來了 選配喔 那就選吧 就一路到現在 我覺得我花比較多錢在內裝 帶大家去看一下我內裝選什麼 來吧 玫瑰金 花多少錢 三萬四千五 我還有氛圍燈耶 我怎麼都沒看到氛圍燈 那個氣氛燈 兩萬六千九 他要綿鑰匙也是選的 老師這比較好大水條 什麼都要算都要錢 這個免鑰匙啟動六萬九千七 前座的頭枕 兩個那個虛花的LOGO 一萬四千四 BOSS環繞音響八萬六 跑車音效媽的三萬一千八 這麼難聽的聲音三萬一千八 我等一下開給你們聽 有夠而已 車內還要選什麼 欸抬頭顯示器啦 我有選抬頭顯示器 我覺得抬頭顯示器好東西 好貴喔十萬啊 抬頭顯示器十萬 對啊十萬耶 三百六十度環景四萬七 你看又來了 你們站在那邊說喜美沒有環景 我喜美剛剛盲點已經加五萬 再加環景五萬 喜美要賣到一百五十幾了 你買得下去嗎 你這樣說人家不給你 真的給你了 你買得下去嗎 一百六啦 呵呵呵 我覺得比較賭氣的一點 動力方向盤要選 我覺得這真的不太合理 今天我賣一台車給你 十二吋鐵圈 呵呵呵 你要標準十五吋 看要花多少錢 你要選到十七吋十八吋 看要花多少錢 這樣不太對吧 啊冷氣壓縮機有給你 冷媒要選配 或者是說 有給你這個 冷氣空調系統 但是開關要選 要不然你沒辦法開 呵呵呵 我跟你講在不久的將來 你開一開 就會跳出畫面了 煞車訂閱到期 請問是否續訂 你就停在路邊刷卡 看廣告吧 對對對 阿不然就看廣告 呵呵呵 看那個手遊遊戲廣告 呵呵 看完你的煞車 可以暫時再用一陣子 好類似這種感覺吧 所以這個阿 什麼都是要選的 八項電動 是原本的 因為他不能選 十四項 他說缺晶片嘛 因為我本來想要電動的 調整的方向盤 但是也不能選 他說連選 欸你要花錢都 跟你說沒有 這是最屌的 小麥的最高境界 就是客人想花錢 我還不一定 要賣你 銷售的最高境界 好不好 好剩下的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再來一個 就是後座的2加1 上次交車的時候講過了 這個門上面 只有駕駛座 有三組記憶電動椅 副駕駛座沒有 右邊的門上面 也有這個 中控鎖的開關 的按鈕 然後這個是不能調的頁片 它的這個空調呢 空調是從這邊去選的 我記得特斯拉也是這樣 但我覺得真的很不方便 不太符合整個原本在使用的一個習慣 好全景天窗是不能開的喔 好那這個標準黑內裝 中間是這個打洞的皮影 五門我跟你講 五門的TICON的套件 現在很難買 我要買一個這個腳踏墊 結果我只能買四門的 有通用嗎 欸一樣 但中間 國嶺不一樣 所以我國嶺就沒有放 因為我就捨不得踩它的地毯 然後還有一個第二個就是啊 這台車有一個很大的壞處就是 你看喔 這廠商給我們試用的香氛有沒有 沒有地方夾 它沒有葉片啊 夾 夾不上去 沒有葉片怎麼夾 它就沒有葉片啊 中間那根太粗了 太粗了啊 比如說手機架 有些人習慣用出風口手機架 或者是這個香氛你就沒地方放 除非用我們黑人香片 所以這個真的有點麻煩 而且我找了很久 我不知道手機要放哪裡 如果你開這台車你手機要放哪裡 我手機會放在杯架裡 對啊你只有杯架能放啊 這個沒有地方可以放啊 沒有地方可以放手機 我找不到一個地方 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把我的手機放在哪裡 然後它的排檔方式 這邊有一個小舌頭 P檔 然後所以 欸上次 我不是在說寶石姐很好 上次的那個CIVIC排檔我就說了 它用了一整排的位置來做這件事情 其實它就只需要這樣 所以它的這個N檔RDN都是靠這個 然後P檔在這邊 它沒有手煞車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只要按到P檔 它手煞車就把你拉起來了 所以它整個車你找不到手煞車的按鈕 沒有 好那上次有講交車的時候 這邊這個螢幕 可是我覺得這個螢幕有點細長 這台車上次柯P發現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當你在P檔的時候 你的方向盤是轉不動的 所以你踩煞車 排檔 欸 可以動了 喔氣氛燈在這啦 好這有氣氛燈 然後上次有講這個好像在這邊開嘛 很小喔 什麼小都沒有 然後一個點煙氣口 就是有什麼小 什麼都沒有 很小 媽的小到不行 就這樣 欸 大概有一個拳頭 有沒有 超小我不知道這要放什麼 而且你坐在這個位置 你根本就看不到裡面放了什麼 那我這邊要降 我要降才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因為被這個擋住了 它怎麼會設計一個手套箱 然後讓前面兩個人都看不到裡面放 喔對 它這裡有個小空間 這放面子的吧 我猜 以後面子應該就是住這了 那一樣 跟現在的科技的一樣 反正就是這個 安卓的AUTO系統 還有它原本 我現在這個就是carplay了嘛 我記得你也可以跳回原來的車子的部分 很多東西呢 就在車子的地方這邊就可以調 上次有講過了 輔助功能 底盤高度 底盤高度可以調高中低 那我們來調個低好了 我們把它繞低 這台車的這個高低喔 是肉眼可見的 就是當你調底盤高跟底盤低 從外面看起來那個輪胎跟輪弧的距離 是有蠻明顯的差異性的 是有感的上升下降 那我覺得低一點呢 整個殺氣好很多 高一點看起來就比較有那種 越野感 所以這個底盤的高低 原本的4S 它就是搭配著氣壓的懸吊 方向盤過細 用起來 好我要再熟悉一下 那因為我們選了計時套件 所以有這個drive mode 在這邊可以 可以選 來我看這個多少錢 計時套件加drive mode的調整 71600元 好聽說是一定要選 我是不曉得 我也搞不清為什麼 買保時捷一定要選計時套件 很奇怪 我以前還沒有開始 在收保時捷的時候 每次呢 當要問同業保時捷的行情 不管是Macon 凱焰 Buster 小跑車等等 每一個同行 第一個問的就是 有沒有跑車計時套件 直到今天 我已經擁有了跑車計時套件 我還不了解 到底這個東西 為什麼那麼重要 有人是說 因為它跟著這個 所以重要的是這個 不是這個 同行這樣跟我講過 但是其實我還是不太了解 好啦 那個不是我的世界 我們是攝氏衛生 剛踏入這個領域的 小羔羊而已 好 我的 開車的 坐姿 我們去後面看一下 坐進來呢 我只能說 BD4S的禮物 悲劇 這個根本對後座不友善嘛 第一個不友善是它坐姿超級直的 然後第二個它的椅面坐得很小 這椅面 椅背跟椅座的寬度都很小 長度也很短 所以我整個腳下面都是懸空的 然後呢我身體被逼 逼著要這樣直直的坐 我這麼標準的坐姿是被逼的喔 不是我故意這樣做的喔 選這個啦 阿呆他們要選的 我不知道選擇衝阿小 這裡有多一個位置 這裡變成後座出風口 兩個置物盒 很普通 好 翻下來 兩個背架 這個如果再垂下來我就罵了 包的扶手就這樣 放兩杯飲料 我有發現一個 它所有的喇叭蓋都有POSE 前門後門 喜美就只有高音喇叭而已嘛 而且它後門其實是有兩個喇叭 中音高音 或是低音中音 我不知道 有的車後門連喇叭都沒有 像Core Plus 以前有的車沒有後喇叭 只有前面兩個喇叭 買一台車只有前面兩個喇叭 超屌 阿不過人家便宜阿 我這台車找了很久 大包找不太到 很少 很少 找不太到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它這裡會不會有什麼尾翼阿 什麼那種 對 因為它這尾翼有點小加持器 小小短短 是說它後面玻璃 其實本來就很小塊 好啦 現在這樣速速的也不錯啦 接下來我們就出門試一下 我也才開10公里而已 所以呢 跟大家一樣 小白來試這台開抗 走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AO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我跟你講 我剛剛想到一件事情 媽的說人家洗美都Type A 這連Type A都沒有耶 有阿 後座阿 後座是Type什麼 我剛剛怎麼沒看到 阿對 它坐在後面Type C Type C 對對對 我看到了 阿我這邊沒有耶 前面都沒有嗎 還是它藏在哪裡 我不知道 跑車音效我跟你講 這個跑車音效我是不是一直講很鳥對不對 但其實我後來 聲音很鳥是一回事 不過它這個主要好像是可以給外面的人聽到 其實它在外面也很大聲你知道嗎 這個跑車音效你在外面這樣移車的時候 其實反大聲 所以你如果是晚上在一些小巷弄 你是電動車 你怕人家沒聽到你 行人沒聽到你聲音的危險 跑車音效其實提供了這個效果 它會有一個嗡嗡的聲音 有沒有 對啊 嗡嗡有沒有 其實外面很大聲 這個外面蠻大聲的 我跟它不太熟耶 好 出發 告白天啊 哈哈 它後面的聲音很像 推土機還是什麼 這開酒會耳鳴喔 如果這個聲音聽久了 這個 第一個我很喜歡它的方向燈的聲音 很清脆 然後再來一個當然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 價位比較高的車嘛 所以它所有的撥桿的質感 其實都很紮實 我只能這樣講 好 方向燈的這個撥桿也好啊 還有這個定速的撥桿 或者是這個雨刷的撥桿 其實它的那個手桿 阻擰桿都是蠻紮實的 而且包括這個中間的這個 選單喔 你在選擇都是有回饋的 有震動回饋的 雖然它是平板 但是你在選擇的過程中 你感受得到那個觸桿的回饋 雙層玻璃 我覺得選的很值得 完完全全喔 封切聲 不要說零啦 一定要說封切聲 可是真的這隔音 我在這麼長一段時間內 嫌少四道車子的隔音 是這麼的好的 這隔音真的是好到有一點誇張 然後呢它經過坑洞 也是非常的有重量感 它的那個叫做伸縮縫 你可以感受它的平穩跟它的重量感 那另外一個當然我相信 本來是在做跑車的保時捷 我們把這個模式調到Sport以後 明顯呢第一個 你可以感受到阻尼 是非常有感的提升了 它的車子的動態變得很明顯 然後呢方向盤馬上就變重了 這個都是非常有感的 我不知道那個 觀眾朋友看那個 攝影機看不看得出來 其實我們轉為這個Sport模式的時候 彈跳就變得非常明顯 這邊 收動 伸縮縫 太小的伸縮縫 整個直接吸掉耶 但是你過了一些比較大的坑洞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車子其實它的路感是 一直晃來晃去 動態是非常明顯的 然後再來一個我覺得它的儀表螢幕好小 幾乎我的視線都被方向盤擋住 我是看不太到完整的視窗 所以好險我有選 太多顯示 我這邊資訊基本上完全被方向盤擋住 這邊的溫度完全被方向盤擋住 我完全是看不到的 這個儀表做的又細又寬 辨識度很差啊 我覺得辨識度很差 那我相信觀眾朋友都會聽收音 對不對 其實我每次在講隔音好不好或什麼 觀眾朋友都會去聽收音 我相信你們聽收音應該聽得出來 真的是滿安靜的 因為少掉引擎的聲音 而且今天又下雨 你們聽收音都知道 車室內真的是很安靜 連別的車從你旁邊 呼嘯而過的聲音 基本上都非常微弱 然後它的煞車是我 跟以前賓士是一樣的 是我喜歡的 就是Auto Hold 是你用力的把煞車踩到底 它就Auto Hold的模式 就把你鎖起來了 然後腳就可以休息 我比較不喜歡那種 靜止以後自己介入鎖起來 因為我覺得很不人性 我之前講過 你在地下室慢速要停車的時候 你要前後前後的時候 你一停下來就被鎖住 然後你還要把那個功能解除掉 你才會開起來比較順 所以我比較喜歡這種 踩到底的這種Auto Hold模式 底盤高度我們現在是調到最低 那阻尼這邊也都可以選 它的阻尼是滿明顯有感的 一切你馬上就感受到 雖然說沒有跑車音效 可是我們還是聽得到 像捷運的那個電機的聲音 我比較習慣的一點是 它油門的運作 跟它的加速的線性 跟它的煞車整個感覺起來 比較像是汽油車 當然說我們要求一台電動車 或像汽油車也是一件蠻奇怪的事情 不過銜接教育 我覺得開起來呢 我覺得比較接近我習慣的感覺 所以我當初會選這一台電動車的 原因之一是這個 我覺得它這個調整很難 很難 你知道那邊點是什麼 你如果在開車當中 你真的很難去玩這件事情 所以我那一天 有特地問業務有沒有語音指令 對 結果它就沒有吧 它沒有支援中文 我會講英文嗎 它不解容 可是因為你系東西還是中文 對它說未來要看它們開發 對不對 反正我覺得它這個很爛 我這個你看 我現在假設我在開車中 盲暗的 暗不到 而且你要上升很多的時候 是很累的 你要這樣 不是每次都成功喔 對按不到 有沒有 不是每次都成功 一直按著可以嗎 可以 可以耶 看這樣也很奇怪啊 一直按著 就是看現在什麼都改平板 那種不自覺 然後呢 雙層玻璃 它說不能貼格子 我真的 怎麼辦 到底有沒有貼格子 有到不能貼嗎 因為它說它變得 比較 小穴被塞滿了你知道嗎 嗯 嗯什麼 我說窗 窗框的那個寬度 被塞滿了啊 啊塞滿滿的 你又要再用一層 要不然人家為什麼都會用001 它格勒紙也沒有那麼厚 用001的格勒紙 對啊 去貼格勒紙 請問有那個鋼本的 要貼薄一點的格勒紙是不是 就塞太滿了啊 他說鴿子應該會刮傷 我們到時候再去跟鴿子廠商研究一下 然後這雨刷還不錯 新車就不會跳 你知道很多高級車 新車交車 雨刷就一直跳 以下留言 一定有很多人新車回來 雨刷就跳 我之前賓寺有沒有 交車回來第一天雨刷就跳 我跟你講那個奧迪也有 我一個朋友買奧迪也是 交車雨刷就跳了 我原廠跟他講沒有就是這樣 他氣得要死 後來開梅多的車就賣掉了 你知道嗎 為了雨刷嗎 他覺得服務不好 他去了兩三次 竟然最後都說我們這就是這樣 他覺得你不能接受 這加速快有需要講嗎 他的快沒有特斯拉讓你那麼的 覺得恐怖 特斯拉之前我們試那個X是不是 我記得X剛那時候正嗨第一次買特斯拉 回來油門踩下去兩個那邊 他把心臟快跳出來 之後就覺得沒什麼感覺了 可是我覺得他的加速沒有那麼猛爆 那麼可怕 那給我的吸引感我覺得是比較足夠的 就即使你速度稍微快 然後你在過彎的時候其實心裡是很踏實 我的心裡是很踏實 他還是有貼背吧 他有 剛剛還是有貼背 嗯 其實蠻快的耶 不是看其實蠻快的 蠻貼的 其實蠻貼的耶 其實蠻貼的耶 因為我才開第二次我沒辦法踩那麼深 因為我覺得剛剛覺得他加速還蠻穩重的 其實沒想到踩下去其實還蠻可怕的 欸490嘛 490匹嘛 欸特斯拉不知道是多 特斯拉把他那個 性能把1000匹去了齁 1000匹不知道是怎樣齁 就是那個啊 加一個翅膀就可以 準備把起落架收起來了 哈哈哈 四個輪子就可以收起來了 哈哈哈 其實蠻快的啦 蠻快的 電動車現在應該每一台加速 真的說還蠻不錯的 你不要講什麼BZ Force其實也蠻快的啊 但我是真的我也很快 老年人心臟抓不住了 欸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咧 到底差在哪裡 以前齁 那個二十幾歲 二十歲左右的時候 海盜船 齁差不多坐快十次 然後都要坐在最 最後面 最後面的位置 然後那個叫什麼大怒神 四面各坐一次 為什麼現在沒有辦法 是差在哪裡 不是年紀大跟年輕 還是我還是我啊 是心臟變老了嗎 可是你是連上去都不願意上去 對啊為什麼 那是心態 那不是心臟 心態變了 啊就是跟那個一樣嘛 可能年輕的時候是長髮控 後來變腿控 左骨控 變乳控 過程其實會有一個過程 長到最後一個階段 你就會發現啊 其實你就是單純好色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它有什麼控都不重要 哈哈哈哈 你就單純好色而已啊 它的方向盤盤勁不大 所以我覺得開起來 有那個開車的感覺 我把它講簡單一點好不好 就是說其實我大部分開了幾種的電動車之後啊 其實我會發現 我會感覺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之前對電動車那麼的沒有感覺 我之前開過的那麼多台電動車 我都覺得 我很像在開高爾夫球車 感覺上面 感受上面 台康讓我開起來啊 它的這個方向盤 加上它這個底盤的整個這個操控開起來的感覺 電門的反饋 底盤的反饋 煞車的感覺 煞車的感覺 都讓我覺得 我如果今天不知道它是電動車 我可能會覺得它很像汽油車 這個感受真的是比較接近 我成長過程以來一直接觸的東西 好那那個Alan有沒有 Alan不是買i4嗎 那其實我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也是這個原因 比較像汽油車 對它覺得開起來很像汽油車 那也有其他的朋友 開過B&W的電動車朋友跟我講說 其實B&W開起來也是 比較有駕車的那種駕馭感 無論是在底盤跟這個感受 就真的比較像開汽油車 所以其實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對或不對 就是每一個人注重的東西不一樣 我們希望說開車還是有一點點熱情的感覺 不過到10次今日 我還是對排氣管的聲音有一點眷戀 那個蠢神域靈共耶 你昨天貼那個 V12它說是什麼 V8跟V6 V8是什麼 V8是那個爸爸Rody 爸爸Rody 哇塞拉扁有的啊 對 啊如果是V6的變菲玉青 樹上蕭鳥踢這樣 對 其實真的對聲浪還是情有獨鍾 對大拍 所以為什麼 我在這樣講觀眾會不會講說 靠北啊 你媽你自己馬沙拉蒂賣掉要換這個 還在講馬沙拉蒂會不會 沒有 我這樣講好了 我如果有機會 我要去買一台那個盜騎 地獄貓那個好不好 給那個很帥耶 鑰匙有兩副 性能的時候 用性能的那副鑰匙開 那個燈啊 會閃紅色的 你用一般版的鑰匙解鎖 它燈就白色 閃兩下 然後據說那個是說 你自己的這個性能版 你車借人 或是給人家趴車的時候 你給人家一般版的鑰匙 因為那性能版很可怕啊 很屌耶 有機會 我還是會想要買 那個應該買不起吧 那好像是六千 是不是六千七啊 遊覽車的排氣量 還是聽得到一點下雨的聲音啊 不過沒有鑄鐵皮膚的感覺 雖然雨滿大的 就前檔這邊有一些細雨的聲音 其實車頂好像還好 車頂還好 對 車頂其實沒有什麼雨聲 它這個沒有自動雨刷嗎 因為我看你一直在播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自動雨刷是這樣 因為有一些自動雨刷 有沒有 它覺得該刷了的時候啊 時間比我晚 我覺得早就該刷了 它就一直不刷 跟你預期的不一樣 對 它是統計到一個數量它才刷嘛 像喜美也是這樣 喜美的感應雨刷總是讓我覺得說 你怎麼還不刷 我已經看不太清楚了 然後可能隔一秒它才刷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時候那個感應雨刷就是 跟我的習慣不太一樣 因為我可能老輝啊 眼睛也比較沒那麼好 對啊 真的啦 有可能啊 真的年紀越大喔 那個視力越差 所以像現在這個雨 你看我覺得它應該刷了 它就刷了 它刷了 你看 晚了一兩秒 你看 它就不刷了 它不能調喔 不知道 再來就連續了啊 那這樣咧 這樣還不刷 好像關掉了 用不抓了咧 好啦 我們看一下 終於來到山水綠了 因為剛剛開不過癮 我覺得要來這邊試一下 來囉 現在下雨天咧 喔 對 我們一直都是Sport喔 現在底盤也是Sport 它是比較硬朗的避震器 這個車如果開著喔 音樂開下去有沒有 你真的會有一種 雨似隔絕的感覺 基本上聽不到外面 對啊 現在就是微微的雨聲啊 我是還沒有把 我的巴士音響放進去 我的巴士音響如果開下去 我跟你講 真的雨似隔絕 來版權砲一下 有沒有雨似隔絕 把摩托車過去完全完全聽不到 所以我之前一直在講說這個 好的歌音 好的音樂還要配好的歌音 真的差很多 音響喇叭品質 不一定是要是最高的 只要你隔音好 你一般的 level的音響 就可以發揮得很好 再一個 門板要夠厚 夠結實 你的音箱才會低層薄 門板太薄也不行 以前喜美有沒有 音樂彈下去有沒有 你從外面可以看到板金在 真的嗎 真的 我沒有可以開一下 我說是真的 好啦 反正喔 結論 電動車就是 都是開起來 就差不多這樣順順的 差別就在於 我覺得底盤跟操控上面 開起來像不像這樣而已 除此之外呢 站在我的立場 我覺得我想要它開起來 還是有一點點的 操控的樂趣的感覺 所以呢 其實你也不用花600萬 你可能買一般版本的 你開起來就有這個感覺了 因為底盤是一樣的嘛 所以開起來呢 你就會有這個 汽油車的感覺了 剩下的呢 它的組裝啊 內裝都不會 你看我們剛剛開了這麼多 快或慢 過那麼多坑洞 其實你聽不到 內裝的任何一個機件 發出摩擦的聲音 這完完全全是一個很紮實 很有安全感的車子 然後即使呢 你是在彎道 或是你稍微有速度的時候呢 都可以讓你非常的有安全感 不會覺得 心虛 覺得 恐怖 我目前 開到目前為止 性格是這個樣子 我看這個回轉一次 人家不能過 其實也不用後輪轉向 一次就過了 回轉半徑還蠻小的 有人說那個 後輪轉向可以縮短你回轉的 那個回轉半徑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樣就不大了 這個也有很多人講 問說為什麼是R牌 因為就是我們用公司的 公司的名字分旗 去做長租做分旗 所以這個也是跟馬薩阿滴一樣 馬薩阿滴也是分旗 這才繼續分旗 我跟你講 錢借少了 你怕銀行來吹討 當你欠銀行多了 銀行怕你不付錢 我們就是秉持著這個原則 活在這個世界上 好不好 讓銀行怕我們 借到它會怕 煞車會晃 我們覺得它煞車會晃 你有覺得嗎 對啊 跟BZ4S一樣對不對 而且它這台車更重 感覺它晃得更 餘震更多 講究媽的 買一台600萬車跟BZ4S一樣 笑人家會晃 所以這個車其實我還是 媽的 還是一樣 要去習慣它的煞車控制 它這頭整實在是 不很調耶 我如果在它靠著頭 是有點癢 癢的 對 我做來做去 目前我還是覺得 BMW的頭整比較好 比較習慣 它會把你的後腦掃 眼腦這邊稍微頂著 那你就會稍微 比較正一點 它這個電動車喔 加速太快 所以其實 在這種下坡 你不太敢再加速 那個 你汽油車會有檔位 轉速這個東西嗎 但電動車沒有啊 一直踩一直去耶 所以其實 下坡 油門可能 就稍微含著就好了 不然你要它多快 它基本上 它都是可以給你的 不過有耶 我覺得它其實有在充電 我有感受到 它在稍微含著 我今天看那個笑話很好笑 就是有一個小男孩 去找神父 突然撞劍神父在打手槍 然後小男孩就問 這個神父你在幹嘛 那神父就跟他講說打手槍 他說 什麼是打手槍 然後他說 不要緊 沒多久以後你就會知道了 小男孩就說為什麼 神父說 因為我手痠了 我今天很好笑耶 你是不是以為他說 他說啊你長大以後 你就知道 他說沒有 因為我手痠了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你知道那個 有一個那個 也是YouTuber 拍洗車的 賣洗車用品 他也是買一台這個 你知道嗎 他颱風天那天交車的 他好像開500公里 他冷氣不冷 對 冷氣已經不冷了 500公里冷氣壞了 我看 就是 我看到他說壞 我快暈了 好了回來了 充電 我們特斯拉賣掉了 等一下這個位置我獨佔 特斯拉都賣掉了 我是不是磨到 怎麼感覺好像 手太低喔 這麼快 這麼快 充電 應該沒有啦 還蠻高的啊 下巴還蠻高的啊 應該是沒有磨到 應該是沒有 對啊 差那麼多怎麼可能磨到 差很遠 對啊差太遠了 沒有啦應該不是 應該是沙子 我的是這一邊 快充嗎 右邊這一根 好他現在要先通訊一下 溝通一下 欸好像溝通差不多囉 好 好了 88% 然後這個是 喔這個幾乎已經快要全載了 297耶 我們最滿是30嗎 對我們這隻30 對啊他現在用2977 基本上幾乎已經要全載 298耶 298耶 喔298耶 快吹真棒耶 這樣子我記得兩分鐘就可以充一趴了 我來看一下他多久充一趴了 喔 兩分半 所以我這台兩分半可以充一趴 那下次我就可以計算 我剩下多少電要充多久 好 充電自由 充電自由啦 沒來 不錯 既然是 YES Plastic bars when I copy my steel 現在Lasers捲跟Lasers的屁股 有時候會認不太出來 而且我還把Lasers認成Lasers捲 新的好像NX是不是 我想說Lasers捲現在做得不錯喔 然後你看 它是Lexus 真的啦 我認真的 我本來想要稱讚的你知道嗎 因為它後面有一排英文字嘛 然後沒有注意看 我想說Lasers捲現在這樣做蠻漂亮的耶 認真看就是Lexus 所以是Lasers做得像Lasers捲出了問題 到底是Lasers捲的問題還是Lasers的問題 怎麼它Lasers會做的那種感覺像Lasers捲 那這樣買Lasers捲是不是比較划算 這就跟拖延症患者你知道嗎 喜歡做事情拖拖拉拉的人 它具備兩種很厲害的很強的技能 第一種就是它可以把半個小時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做了八個小時才完成 第二個技能就是 它也可以把八個小時才能完成的事情 在半小時內完成 你聽出差異了嗎 很強啊 這個事情可能需要八個小時的事情 但是它半小時就把它充完 因為它來不及了 就跟你暑假交作業一樣 拖延症就是這樣啊 你可以花30天的時間完成這個暑假作業 然後你卻也可以在一天的時間 就把30天的作業都做完了 所以拖延症患者其實很強 愛做不做而已 不然真的認真做起來 它其實是很有能力的